日本有世界奇妙物语,美国有阴阳魔界 我国也有相关题材的作品《奇妙世纪》 今天我们就来看其中的一个故事《珍爱指环》 老周是个古玩店的老板,年近半百却至今已久未婚 这天老朋友沈姐的儿子娶媳妇,邀请老周去参加婚礼 两人二十几年未见随便寒暄了几句 沈姐还说要给老周介绍对象,不过被她给拒绝了 婚礼上神父正在按流程说着誓词 沈姐十分高兴,感动得流下眼泪 而老周一直在身后观察着她,脸上的表情也有些不耐烦 很快到了交换戒指的环节 谁知新郎刚给新娘戴上戒指 新娘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凭空消失了 众人大吃一惊,沈姐也十分自责 原来这戒指是当年她父亲给母亲的求婚戒 本来以为是个传家宝,没想到闯了这么大的祸 痛心的沈姐将这枚戒指交给了老周 老周一看就知道,这戒指只不过是普通的黄钻 因此并不太想要这枚戒指 这时她的电话响了 打电话的是老周的女友小杰 沈姐一看小杰的照片就惊呼 这都能当她的女儿了 完了还警告老周小心点 谁能保证对方是不是另有所图 况且她年纪又大,还是个脖子 老周听完有几分不悦 但还是什么都没说收下了这枚戒指 她将戒指放到密室里收藏起来 里面一起收藏着的还有一个珍贵的御瓷碗 这可是老周最宝贝的东西 很快女友小杰就过来了 原来小杰是个律师 最近接了一个古董店的拆迁案 她说老周或许可以到那儿去看看 老周按照小杰的话来到那家古董店 开门的是一个老婆婆 老婆婆一直居住在这里 对各种古玩十分了解 老周将那枚古怪的戒指掏出来 谁知老婆婆看了直摇头 她说这是一枚可以检验真爱的戒指 如果对方不爱你而是另有所图 那她就会在婚礼上戴上戒指的瞬间消失 听完老婆婆的话 老周动了心思 她立马想到了神节警告她的那番话 于是打电话询问小杰在哪 此时小杰正和两位老同学聚会 正好那俩人也是情侣 并且下个月就要结婚了 老周顺势说 她和小杰下个月也要结婚了 说吧就带小杰去挑戒指婚纱 并将这个消息通知给了神姐 颇有一种要让神姐见证 她和女友到底是不是真爱的意思 很快到了俩人的婚礼 按照流程 他们很快来到了戴戒指的环节 老周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将戒指戴到了她的手上 结果没想到小杰竟然真的没有消失 看来她对自己确实是真心的 乐坏的老周喝了个鸣鼎大醉 第二天醒来她发现小杰不见了 抬头一看俩人的结婚照 发现小杰那半已经被撕毁 察觉不对劲的老周赶紧去到密室 发现玉瓷碗已经不知所踪 取而代之的是那枚戒指 原来这一切都是小杰为了得到 玉瓷碗而设想的骗局 那枚戒指只不过是小杰在地摊上买来的 她在婚礼上安排了魔术师大便活人 制造了新娘消失的假象 接着又串通拆迁古董店的老婆婆 故意让她将所谓戒指考验真爱的故事 告诉给老周 老周果然上当 陪了夫人又折兵的老周懊悔不已 都怪自己当初没听神姐的话 她准备去向神姐赔罪 结果从街坊邻居那里打听到 神姐一家早就移民了 而且她也根本没有儿子 只有一个女儿 原来小杰就是神姐的女儿 这一切都是母女俩合伙骗她的 得知真相的老周估计 血都要吐出来了 所以说人和人之间的相处 应该要有诚信 如果只剩下猜忌和算计 那即便是有真爱戒指 可以帮我们鉴定 恐怕最后的结果 也只会让人失望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